各位同學、各位菩薩、各位朋友大家 廣安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進入新的課文是收文節秩序 那我前面先準備了一下主要是這個整理版本 因為現在進度有點感 應付這個學生的期末考 希望在期末考前這個把這個序講完 雖然很長 可是他期末考其實是考了第二大段以後 來段應該還可以後面我們慢慢講 那現在廢話就不多說了 可以說的前面都說很多了 我現在整理到什麼地步 第一個我們以這個為底本 這個是我在讀大學的時候上文字學的課 你看我這樣用功的 認真是我的字 那時候有一個陳志瑞的同學幫我課的這個字章 所以就變成我長書章 之後在眷手的時候我都會蓋 然後 續約 你可以看到我跟那個課本是一樣 我們一樣是文化大學這個新版的大學國文學 以這一本為主要的 那 這就是屬於閃文部分 好這個 說文節是序 序約故者福西事之望天下 之望天下 福 你說怎麼不念刨完君子願刨除 你看我在那時候 也是這樣清查字典來注音 其實念福西事就好 後來才知道生育學 清純音是福 古無清純音所以都念刨 那其實他要跟我們講福西神龍 福西是同音的 他只是雙生之轉 生母轉變 所以是這一段沒錯 那這個版本叫金韻龍長版 這裡是看不到的 這個一般大學上的說文解釋 一定都用清朝學者段奕財先生的這個著本 最有名的權威的著作 段式說文解釋著 所以我們就找一下這個 一樣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裡頭 先找說文解釋著 我就找到這一本 省了一些時間 這一本就是所謂的金韻龍長本 大家看一下 原科本 這時候段奕財先生應該還在 所以家禽20年 這應該是出版 所謂的原科本 後來當然有很多人在反映 等一下我們看另外一本 你就可以知道 那他這裡有該張 不知道誰的收藏 不知道看一下 什麼學樓藏書印 第一個是我認不得 然後接下來是 這我也看不太懂 不管了 好 就相信他吧 那你看一下這個字跡跟我們的版面都一樣 沒問題 最後一個字 意之心 意之心 那個排版完全一樣 通常看版本的話 是要看一頁 這叫一頁 有幾行 行幾個字 也有講這是一頁 這是樹葉的頁 那我們現在當然翻書是這樣的頁 中間那個魚尾是讓你對折 就像稿子對不對 現在稿子還留有這個 它為什麼要尖尖的 這個是不是像魚的尾巴 所以叫魚尾 一條魚的尾尾巴 這個就是讓你知道這是中線對折 然後再裝定起來 所以翻書的時候 其實這就類似我們現在一面一頁 所以現在圖書館很講悠它用面 因為葉本來就是臉面人面的意思 後來以為是跟書葉有關的專用 有點是類似文字學上的那個假戒 九假不歸 借去用 成書葉就去 也忘記原來它就是臉的意思 所以你看我們 那個顏面神經的鹽對不對 留你一點顏面 那個鹽就是從葉部 它本來就是跟臉有關的字 那圖書館很講究這個 它就是用面不用葉 因為這個比較不會有奇異 就分歧的意義的產生 因為你看你翻書 你不可能這樣翻嗎 這是它拆開了 攤開來這樣硬 那你看把兩葉 這樹葉的葉 合在一起省成本 那原來古書它也是這樣折起來的 在對折 所以你翻書一定是這一面對向你 所以不管古書現在的雙令都是 這就沒有奇異了嘛 面向你的那一面 好像書的那個臉面 或者面向你的意思 那如果你講一葉的話 古書應該這個才賺一葉 就會有奇異了 那現在因為為了分 跟那個古書這種 好像兩面變成一葉這種分開 讓那個文字上比較不會有奇異 所以專門用樹葉的葉 你看好像你樹葉一片一片 用那個葉來表示 這樣你如果看到人家提到一葉 你就知道它通常是指古書的一葉 就相當於現在的兩面 所以它有時候會講葉上葉下 或者葉A葉B 像這個第一葉 這是第一 葉1A就是指這裡 或葉1上 葉1下就是指左邊這裡 下半葉 或者B用ABCD也可以 那像這種你看 兩葉四面拼合成一葉的 然後現在你看 出版有沒有 它變成第761頁 那這樣的話你在引用的時候 就假如我要引用這一段文字 我就說這761的 B ABCD這樣 ABCD B就知道 這樣人家才要找 我這葉內有那麼多 其實你也許用這個世衛蒙生就會 人家找半天 你想逼人家只要找這個區塊就好 就是這個道理 那我主要根據這個也看看 順便溫習一下 回歸一下 當初在大學怎麼讀這個書的 你看沒有標點自己標點 我那時候書名還有還用這種舊式的 現在新式都用雙鉤了 大陸都一樣 再來就剛剛那個對過 它是金運樓長版沒錯 就這個剛剛看到那個金運樓 經典經 是運 壓運的運 那當然是因為大陸人輸入的 他竟然用簡化字 所以運他是寫這個運 其實我們就是 是很有運聞的壓運的運 金運樓長版 那長版就是表示這個出版的 所以他那版 那木板是藏在他那個地方 藏在金運樓的 也有人說金運樓長版 像你看我這個第一頁 他就是這樣說的 來 現在 我這裡做一下 這是序 有我這裡寫序 所以很容易 怎麼會第一頁就是序 761 是序 不是嗎 你看這是760 序 761頁是序 好那我們看那個 策文解釋書一開始 761頁 我開另外一個 我們看 有沒有 這是我的長書章 另外一個 這也是有一個故事有趣的 剛剛那個都不是我花錢去課 這個同學幫我課了 大學同學 陳志銳 陳是耳東 陳志是志氣的志 很有志氣 然後志向志氣的 瑞是尖銳的瑞 瑞利的瑞 然後這個是我又不知道他名字 這個有趣 這個我在當兵在倫西學校 因為我為了賠這個 我大學退學嘛 故意給他退學 也為了賠 那時候是公費 二十幾萬 必須簽這個志願計 否則怎麼賠得起 那時候簽那個志願計 就是簽那個 抽籤是抽到海軍 然後簽就簽輪機 修引擎的 那時候在海軍輪機學校 海軍好像有四校 輪機學校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 有一個同學就奇怪說 特別欣賞我 我也搞不清楚 根本都不認識他 真的到現在 莫名其妙 然後他說 說莫名其妙有點傷人 可是真的是這樣 他說要幫我 他說他們家是刻印章 要幫我刻 說要我刻什麼 我那時候一直被問 還想不出來 就刻我的書房名字 千歷一德哉 他真的就刻來了 還選那種不規則的石頭刻 那有這個章 我後來就 有些書沒有蓋過的 我後來就不蓋 那這種大概是我蓋在那個 肥葉書明葉 或者叫書明葉 或者叫肥葉 門飛 打開你的心飛 那個飛 因為這是 像書 像一扇門 你打開它 面向它的第一頁 叫肥葉 我們蓋在這 有沒有 金運然後長榜剛來 原來它原來就是寫這個運 不是寫我們現在所謂正體字 標準字的 字體的那種運 所以剛剛人家錄那個 不能說它是簡化字 所以你看有時候簡化字 反而是 反而比較古雅的 也不一定 它為什麼用這個 可能跟那個運有關 因為它是 有邊讀邊讀 右邊均勻的運 可是我們現在運 右邊圖圓 圓還是運 像隕石 不是用那種運嗎 它也是聲音轉變的關係 這是運母轉變 安和恩會轉變 剛剛我們才提到清純運變重成運 那長這個很簡單 字型結構對不對 九陽神功第三招 加步什麼你就知道 就長 你不要念張板 自罰張匹不以異同 張匹 張匹 像我有一個學生還跟我講 老師你對我這次考試有什麼好張匹 可見大學生 現在大醫生也有這個程度 知道張匹這個字 可是你不要念張 還以為很有學問 你就錯了 因為對錯問題再回合做 對張版就錯了 張是扇的一直不同上版 這是金韻龍他藏這個書版 因為你看 你看到這種書 他都是用刻 一塊木板去刻的 所以這就是一片木板 然後這個擺的就像刻印章一樣 把它挖掉 留下這個黑的就凸出來 這叫陽文 印章也是分陰陽 陰文就是他那個 他這個就像生殖器一樣 男性的陽性的不是凸出來 女性是凹下去的 一樣 所以凹下去的就叫陰 那陰的話 假如是把字機刻下去 印出來 當然那個字就變白的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像黑木 不是紅木 像印尼是紅的 黑木的話 當然就是沒有字的地方 反而是黑的 那這個叫陽版 陽字 對不對 有字的是凸出來的 這樣男性生殖器就凸出來 然後不是看胸部 是看仙殖器 女性的是陰馬 凹下去 那這個就是陽文 文字的文 或者叫陽字也可以 比較明顯 陽字是陽文 這就很明顯 金月龍長版 剛剛提到的 那這個後來 印這個書當然就 編那個新的目錄 所以這個是像現在一般排版 那從這裡開始就是完全它原書的那個雕板 原書的雕板 這跟那個是一樣 那我這一本書是在那個光法上 常舊舌頭買 那是為省錢 那很多書 很多人讀完那都變賣 那我們學校 那時候讀台灣師範大學 規定用的是黎明出版社出的那一本 藍色品 所以我這個已經掃描在網路上分享 你可以下載得到 可是我這個本質並不好 你可以看到我這個序 怎麼不一樣 這個黃黃的很漂亮 這個怎麼變這樣黑黑的 好像影印的 對 因為它這個本質原來是有缺陷 它有很多空白頁 那我買這一本呢 後代不知道 是不是也是有緣 那人家就把那個空白頁給它補足了 它等於是影印再把它貼上去 它這一本其實是不好的 反正內容一樣嘛 影印不會是真嘛 只是沒有那麼好看而已 所以我照用 剛好我們讀的這裡是影印的 影印補的 這個才是它原書 看起來好像比較漂亮 你可以看到 我都忘記我那時候 這一定是我寫的 雖然買舊書有時候 前面的人會留下一寫自己 可是一看我就知道 是我那時候習慣的用法 像這個例 你看我跟各位一樣啊 這是體力的例子嘛 舉個例 舉例來說的例 以前看到那種異體字也是看不懂 你看我就會寫這個例 有沒有舉例的例 其實都是勤查字典 因為字型差一點 不敢說那是同一個字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有那麼見多世光 那我現在怎麼那麼厲害 看就知道見多世光 見多見怪不怪 就是手吸了 大家都是想像那個型還比較 比較敢確定 可是還是有點偏差對不對 總是字型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不要覺得自己現在程度不好 我們也是這樣走來的 你看這個很明顯嘛 那時候也不懂我怎麼會這樣圈起來 然後來注明是這個例 可是你不肯下這個普攻 永遠也不會長進 羅馬是第一天到城 一天就蓋城了 像正義這個戒 戒書 戒錢的戒 是不是也是啊 都是慢慢現在一看就認得了 那時候還沒圈起來 那時候剛開始多痛苦啊 一大堆怪事 蓋也是寫法不太一樣 那個凡也是 你看現在懂了 下面 你看我們現在凡 凡體字簡體字那個凡 對不對 其實只是他這個密寫在下面而已 然後右邊再加個部首鋪嘛 對不對 九陽神功第三章字型結構換部首 以前完全就當神字就跟諸位一樣 後來才知道有這種規則 部首會亂掉亂換 所以把這些經驗累積起來 歸納成十六招 九陽神功九招嘛 加一個那個大補丸對不對 十個 再加七星大法七個 這是一種經驗的總結 你看我累積那麼久 我在博社的時候還沒這些 這是我來教書以後 想說怎麼教給人家懂 所以把這個歸納出來傳給各位 希望有緣的要珍惜 不要不懂 也不去試著用 然後又覺得 這是我們 好像獨創的 或者哪是獨創 我獨創前面講過好幾遍 我來守版稅 專利權 是不是 搞專利 好那確定是個版本 這樣就看到金運樓了 OK 所以我們會 比這兩個底本做對照 再來呢 有另外一個本子 這是一點 等於是一點國學常識 索文解釋書除了清朝段月才這個柱 你看他原書叫索文解釋沒有柱字 那他 後來 因為他為索文解釋 許勝的索文解釋做柱 所以叫索文解釋柱 就變成一個本獨立的書 獨立於索文解釋之外 那原來的書叫索文解釋 原來書哪一本比較權威呢 就是徐炫的 你看我都找 像那個前面找索文解釋柱 找出來結果是這樣 我去找哪一些版本可以用 一看到金運樓 我就知道這是我要的 這當然以前累積的 十全大補完那個字 你現在補了也會 再來這個 世不從看可能這個好 這個我也要剛剛漏掉這個 世不從看出編本 可是他世不從看出編本可能是 用那個徐凱的 可是一般人是用 那個 那個 徐炫的 他哥哥的 徐凱是徐炫的弟弟 這個炫在這裡 宣選選炫講過聲調不重要 所以這個字念炫 剛剛有啊 就這個 徐炫 剛剛那個是徐凱 徐凱的他就不叫索文解釋 他直接就叫細鑽 因為他可能還對他做了一番注釋 他不叫注叫細鑽 因為我們講左鑽 春秋 公陽鑽 古樑鑽 這個鑽是對經典的注釋 所以他用鑽那個字 就是還是對原典的注解的意思 換個字表達 那這個好 這個我們看一下怎麼樣 剛剛還錯了 點進來之後呢 他這裡會 那這個不要 這個沒有圖版的不要 那四部重看本 這個可能列很多 欸有 碩文解釋 對這個四部重看 那這個本子當然好 因為四部重看很有名 在版本學上 所以可是他這個是徐炫 欸是徐炫 那好 徐炫 不是徐凱的序傳 徐炫 日本延祺寺 靖家唐本 對 現在我們那個議題字字點 你隨便查個字 像我的針好了 你看說文解釋 當然我就不去查這個 你去對 他採用的這個就是靖家唐本 就是四部重看本 接日本人的那個本 日本靖家唐常本來印 你可以對一下他原文一定是一樣 我就對過 所以他這個他沒有講 他只說大許版 其實他用的就是靖家唐 那大許本還有另外一本 很有名叫藤花瀉本 那甚至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那孫心的柯本 同四年間還給他翻柯 那孫 是我這個孫 心是天上星星的形象 然後這個就是斷柱本 眼是 眼生出來的眼 一個行人的行中間一個水 三點水的那個字 這就是剛看的斷柱本 所謂斷柱本 所以斷柱本是很重要 一般就是這兩本 虛項和斷柱 這個要知道 既然學到了說文解 這個我們一定要定起來 只是還沒找到 還沒找到他的那個虛的那個部分 伏定在這 這我們要 再來一次我剛剛已經看了 那虛楷我們就先逼一邊 扯不了那麼多了 那再來你看 宋本說文解釋 術古異重塑 這個很可能是 他這裡沒有講清楚 它是什麼本本 很可能也是復印 復刻 就是像我們影印現在這樣 以前沒有影印記者叫復刻 就照他的原樣再刻一點 可能還是進家堂為底本 這個應該也不錯 因為古異重塑的意思是 古時候丟掉了書 中國不傳 它是從日本傳回來 日本留了一些我們中國的古書 你看果然 對不對 所以還是嘛 延啟是進家堂藏的 這個藏又會唸了對不對 這在那個書寫題跟那個 規矩的那個刻 那個字體有點差 也差 猜得出來是剛剛那個藏字 影印遠近翻刻必要 這有版權的 翻刻一下 現在已經超過版權了 現在已經超過版權了 當然可以翻 有沒有 這個還是一樣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那個章 還蓋更多 那個 蓋的少一點 差不多 你看多少人收藏 是為寶物 好像兩個是差不多 我們就不管古異重塑 我們用四部重刊本 就可以 你就知道四部重刊 古異重塑版 原來是同一本 字體都一樣 這叫影印 剛剛也提到是影印 對不對 可能那時候沒有像現在這種影印技術 可能民國初年也不一定 那時候有十印本 就是影印 招像派字版 然後 然後 這個 我們還是用這個 我們還是用這個 字體都一樣 熟文解字標 對不對 字都很像 你看那個字好極對不對 又醜醜黑壓壓的 這裡也是 對不對 也是一個本 古異重塑 這樣知道 一樣就好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蓄古異重塑本是跟它一樣 不是古異重塑 是蓄古異重塑才對 蓄古異重塑 所以它原來是有一個古異重塑 它是蓄的 古異重塑裡頭沒有收這本 然後後來 就把這本收進去重塑 所以蓄古異重塑 你看這個就是宋本 號稱宋 這個宋本我剛剛看過了 它原來是同字間的 不是 是 哈佛大學藏的 哈佛大學的藏 藏書藏 那它後面也有一個牌記 牌記就類似現在的那個 版權頁 牌就是名牌的牌 石牌名牌的牌 記是記錄的記 那你翻翻看 那 孫心眼 對 所以這應該就是所謂的平經管課本 看一下這裡 我們這裡 它有一個叫平經管課本 就是指這個 就剛剛講的孫心眼 那 各位剛剛都看得到 你現在要看 就是這個 平經管 平經管重塑本 那你 點一下這個 這一個本子也不錯 那這一些呢其實在 仿宋本 仿宋本 那時候還沒有影印技術 應該也是有這個孫心眼序 因為平經管是 從事物是孫心眼科的 它是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 目入學家 小學家 小學就專門製孫心眼的陽國 一樣 四年太歲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版本子應該是一樣 季九 你看那個季子 這一本還比較模糊 這個是用灰階拍的還比較清楚 所以它是孫心眼科的 所以這兩本也一樣 他沒講而已 我看一下這個 可以幫他補充一下 其實還是 孫婿錶母 從科送 所以它是 它也是同志 戊虛的 東吳朴士 它這有標清楚 所以它是 孫心眼科了 他再給他翻科 所以又差一招了 雖然是照他原樣去科的 可能還是有差 像那個 文璇 我們那時候學那個 張衡 那個龜庭腹的時候 大家看那個實境就有看到 那時候我們用的 因為中國哲學書店主的話 其實好像沒有遠科的 那叫虎科家 那時候嘉慶年邊遠科 結果也是同志的時候 人家在翻科 就會發現還是有不同 因為同志他科的時候 他避諱那時候皇帝的名字 所以嘉慶時候不需要避諱的 同志要 他要避諱那個道光皇帝 明寧 這個名字 寧願的寧 寧靜的寧 就會避諱掉 就跟原來不一樣 那時候 嘉慶年紀還不需要避寧靜的靈字 所以 愛心覺得明寧 他就 還是有差 所以當然我們 這一本子又比這個差 這個應該是嘉慶人科的 所以他如果裡頭有這個寧願的靈 寧靜的靈 你可以發現這兩本應該會有差別 以我們前面看那個文選的經驗 好 再來 好 那這個也就略掉 知道它版本原流 是怎麼來的 那這一本是怎麼呢 看一下 這可能也是類似的 然後他這有講 提到同志年間 這就是 前面提到的那個嘛 對 哈佛大學那一本 谷歌和圖書 掃描的 好 那這個就是剛剛那一本 這也一樣 同志 同志 東吳朴氏 我剛才看好像是朴字 不確定 真的是 朴不知道是誰 這也一樣 我開那麼多他的 好 再來這個是金月龍 我沒用 所以關掉 好 那這個呢 這是什麼 這是修文傑之書 這也是外國人的 你看那個封面 大概是外國人的藏書 我們的書流傳到國外 是民主自信心 雖然被八國人已經破了 要恢復也不難啦 你就知道你老祖宗的東西 你看金月龍長版原課 外國人也當作寶 所以這金月龍本都不管了 這是另外一個 包遊王爺的孫子 前面還要上去 好 我們就用那一本就好 所以他這個其實還是金月龍長版 他這也沒有寫 古歌圖書而已 這個 他這卻不能修訂 奇怪 有些可以修改 然後我們就可以給他修改 幫他補充一下版本 這樣幫助後來人判斷 花了一個時間 判斷 判斷 好 我肉臉了 他這裏沒有修改 他這裏沒有修改 就不關他 這裏修改 這裏修改 也是不行 不能給他著名版本 這裏又可以了 奇怪 這裏可以幫他講 也是金月龍長版 這裏也是金月龍長版 就不關他 鹽 是金月龍長版本 修改 這裏 其他名牌 那杯�目 他應該要有一個欄位 版本助己 你可以查看一下歷史,就可以看到Oscar 做了一次descript的說明 進去龍才滿 這個Oscar順就是我 那我們再回去那個 他的樹 看有沒有跟著改動 還是沒有,因為他那個摘要不會出現 那這樣人家也不方便不管 盡力就好 這個是剛剛看的 再來這個有了 這個都有 徐縣是北宋,他有的還標記成寮國 沒有錯 雖然時代差不多,時間差不多 可是畢竟不是寮國人 那是南唐,後來被北宋統一之後 那這個本子順便提一下 在國學大師這個網站 其實都收錄了 比如說我查的是一樣 剛剛那個真字 那像義體字之前 你剛剛看到他沒有收錄孫星館課本 他收錄的是日本經紀大堂 就是世不從看書編本 那你看我查個真字之後 往下找 他這裡就孫刻本就是平經管那個本子 他錄的就是平經管本 孫星館,就叫孫刻本,孫時刻 那和刻本是日本刻的不一樣 那吉古刻本是明朝末年一個毛鏡 有名的那個科書加科 這個是和刻本 那這個毛鏡 明朝末年 也是一個很有名的版本 然後後來當然到清朝的人更講究 都把它推翻 發現裡頭有些錯誤 可是其實他還是有價值 所以他都收錄 這大家知道方便 那收文解釋書當然沒別的 一定是經驗榮長本 所以這裡也可以看 可是他這個壞處就是他一頁一頁一頁 然後他可能不會有序 因為他主要是用在字上 不是為了這整本書 所以你要整本書還是要來這個 中國哲學電子書系畫這裡看 好那這樣我們這個主要就是這兩本 那這個再複習一下 這個就是異語我提字字連用的那個版本 日本禁家堂 延祺先生他們家 他的書樓叫禁家堂 就像我叫崔利德哉 他藏了北宋看 然後再對照 然後我們主要先對這個 再對這個 好那準備來開始整理課文 可是我要準備休息了 明天能早起的話我們繼續再錄 那一樣我們就用那個 上一次的王羲之 我們最近一刻是這個嘛 另存新檔 要改寫成 縮文解字區 許勝 縮文解字區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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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序你看是寫這個序 你看課本也是這樣 在我們在講 有沒有這個序 在我們在講那個王羲之的時候 今天剛好上課有提到 藍庭其序 可是我們實境學好像沒提到 這裡剛好補一下 藍庭其序你看他這裡最後 顧列序使人 你看他故意用那個序 他最後是交代他藍庭其序 這篇序是怎麼寫的 他故意用那個序 然後 我們現在不都寫這個序嗎 藍庭其序應該還是寫這個序 比較對 你就知道原來那個序和序是通的 那這個名字不是 你看我們看那個 我們現在觀了 你在複習 看他的原稿也沒有題目 這是後人給的這個 那是照後人的慣例序 都統一做這個序 規範 那古人的話這兩個是通的 所以這個序是一樣 你看那個書文節是序 你不是說 他怎麼不寫那個序 而且比較早期的 好像都用那個序 後來才比較規範 大家都用那個序 序吧 這個好 我們就 一樣不需要的就把它刪掉 好 我們明天來看吧 好 那這個一樣貼過來就好 那一樣我們等一下會去幫他們整理那個 可是這比較花時間 你看他的序還複製不到 他這個基你還用造字 這兩個字的凡也是 提也是 這個提就是馬提鐵的提 提 那造字到時候一定會掉很多字 這個都不要 到時候一定會掉很多字 到時候還要來補 我們先來一個 你看他連那個序都是用造字 所以我選取不到 選取不到都是其實他是圖片 其實這個電腦有的字 這次竟然還要用 我們先這樣做明 等一下 調字很麻煩 數 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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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這個字了嗎 還要 老時候提行之心 現在都有標凱體 標凱體有的都已經是 蠻普通的UNIQLO字 還不是後來擴充自己那個 這機你看這個機 大陸簡化字都在用下來 都沒有 太遜了 課本怎麼會那麼糟 那麼新版的 那不是幾百年前的 這裡沒有了 都有選取到 都有反白的 標是OK的 這頁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看下一頁 周禮這裏要分段 喔這裏又 上下四野 周禮這裏要分段 上下四野 這是指示字 有沒有他會留一個空白就這樣 你看現在都 這個應該是擴充自己才有 所以他沒有標凱體你看 有沒有 這還可以原諒 可是擴充自己也很早就出來了 擴充自己就沒有標凱體 你看起來他怎麼是細明體 我們聽到沒辦法 他沒有標凱體 沒有標凱體有沒有 沒有用他會轉給標凱體沒這個字 這裡又有三個 其後這個分段 分段我們就Enter就會空兩行 這跟我們那個格式有關 啊可是現在不能這樣 沒關係先整理 到時候再 找他去分管 填稠這個字他反而可以複製到 怎麼可能 填 沒有嘛 他還是感覺複製 所以他是這個籌 填稠液 母 這是公母的母 一個填的 面積的度量單位有沒有 等於跟這個母是同一體字啦 這個很好唸 唸右下角的母 填稠 唉唷 這個是麻煩啦 籌來 怎麼早在用液體字來 撼點 撼點都忘了 這個我知道是籌字的液體 你說我怎麼知道啊 當然 累積的嘛 就像剛剛剛剛一大堆液體 你看有沒有可以用 沒有 只有這一個比較像一點 對不對 可是還是有差 哇 籌還沒有這個可以用 那再來國學大師你看看 那這裡會有液體 也是那麼多 這是電腦 目前系統有的字 類似這個 可是他其實中間 還是不一樣 他這兩個像弓的 疊在一塊 目前電腦還沒這個字 UNIQL要擴編一定要把這個納進去 有沒有 他這個都還沒有 太遜了吧 還是他那個課本是有錯字到時候我們對那個版本就知道 所以我等一下先給他一個黑豆 一個大黑點在那裡 他知道那裡有缺子 沒有耶 那你也知道怎麼去查液體字了 你不要去找液體字字也沒有用 因為液體字字也他 很多系統是他還沒收編 我主要是要用系統有的字 我們這個填抽 這裡就 打個到黑點 再來是 律令義法 法律的法 字形結構 把右上角這個筆畫那麼多的拿掉那個念字 拿掉 這個是法的古文 原來字是寫這樣 後來這就簡化字啦 不是到大陸才有簡化 現在中國才有簡化 古人也在簡化 律令 義美義法 打得出來還有 標開題不用就不應該 然後再來 觀欲之物凡 還是這個凡 凡體字 簡體字 有序蠻長的 難怪 這裡應該沒有吊字 還有 我們 發的古文 你看這個事情 他只留下下面的去 事情結構還在換步驟 所以你看 這不要 我們怎麼去複製到他的那個 助腳 五約磨印 下一頁 那還沒完 很多頁我今天上課也翻 哇那麼長 對啊他全錄當然長 這也沒看到沒反白 那時候在 對的時候再去看有沒有吊字 下一頁 我先縮小 看得到這個插入點位置 孔子壁中 書也 這也看起來好像沒有吊字 你看還那麼多 喔有一個字 要看到有白塊 什麼 未嘗賭 賭也是自行覺得會換步驟是不是 我們寫的賭是這個嘛 左邊的木改成右邊的劍 這不是眼睛看見嗎 要學這個九王城鋼的第三招在這裡就非常好用 常常要給你換步驟 你就知道其實也沒那麼難吧 不過你就當生字就像我剛剛不是你看到我之前那個 都以為是生字尤其是查字點 那你懂那時候還不懂那什麼九王城鋼第三招 自行結構換步驟 現在懂了是不是很輕鬆 輕鬆很多 是非無正 然後巧說 寫詞 寫了是嗎 有標凱提他沒用 經緒撞文了已經 出現好幾次 經緒撞文 何以鼓咒 婆彩 通人 終於完了 好 休息 明天見 也許明天晚上才能見 看明天起的來起 已經10點了 不知道 好OK 那最後 就是把這些段落 取消掉 對不對 好幾頁 然後有很多段落符號 你看 那個分動我們到時候再弄 然後再來執行我那個 城市嘛對不對 執行啊把這個 註解符號就變成上標號 Full No Mark 你看 按 執行 按這個像播放音樂鍵 你看等下這個六期都會變成上標號 像 課本柱是這樣 小小的在右上角 而且他只會執行我現在 跑的這個範圍 你看是不是都好 瞬間都好 這樣是比較像課尾 分段好吧 你不做惡不休 我們從尾巴繞回去 還要先弄作者 對了還要先弄作者 這比較起來 10 已經到101了 那這個 有這個空格怎麼辦呢 直接 一樣全部區分 然後 其他部分不要這樣 好我們回來 書約 書約 書約這裡要分斷 余裕觀古人之行 再來 來 避中書 我剛剛按什麼 就AUTO向左鍵 PDF裡頭也一樣跟 瀏覽器一樣 我們講過我們的教材也是 你超連結之後AUTO向左鍵就回去了 我們剛看過的那個他會做定位點 你向左鍵他就會回到上一次 瀏覽的那個位置 所以可以快速切換 閉中書者如公王 接下來極王心居社 現在眼睛還蠻利 漢性有草術 瀏覽器 清世皇 這在清世皇後面還對 這裡 威利 往上其後諸侯利正 不同以往 諸侯不了周天子 昌劫之座 這就是要考試的這一段 考到這裡 我們當然不可能先講這個 我們還是循序講 我要趕一些 禮拜四 有一班就要上這個 可是可能來不及上 來不及背 所以我可能上課真的就是 實境秀給他們看 我們實境秀就不是真的實境秀了 可能會先上課 我們才 錄得到這一段 昌劫之座書 然後 這個 出座書 該依類相請 然後就到手了 OK 分段也完畢 好 希望明天見 阿彌陀佛 大家夜夢幾香道夜 精進喔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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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我就不幫他整理了 這個蠻亂的 因為網路上都有這個 說文解釋柱的這個 文本 是可以幫他整理 那我們還是教書為優先 阿彌陀佛 主要我們還是要對一下 阿彌陀佛 因為這個 不怕課本 太多前課 出現太多錯字 好 好 看一下這個是 喔 這個是 同修的 好 這個 我們就先對斷柱說文 再對這個 我現在眼鏡 隱形眼鏡拿掉了 所以 必須貼著這個螢幕看 雖然現在字很大 去你看他也是終於 我想他也是用 斷柱本 我瞄一下那個 提琴 好 對對對 是作者啊 作者 課本好像 這次 課本太急了 作者還沒弄 喔 忘記了 這次趕著這個期末考 其實這一篇了不了解作者還是其次 因為他這個主要是學術論文 通常是抒情文像南庭集區這種 有宇宙價值觀的 要認識作者才不會弄錯 那他這個還不會自語 那這個也要改,這個是課本第幾頁 課本 下面 641 你可以這樣全選 把他整個刪掉 要注意啊,不要刪到這個 因為我還要他的格子 這裏也一樣 這樣不行 我再試一試 怎麼學會取一些新技巧 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按F8看看 F8是一種選取的一種 對 他會變成擴張 可是還是從頭開始 F8開始選選整篇 然後再按一次 然後再按一次F8 F8是選取的一個 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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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滾 注釋體解 注釋體解我們也留得好 可是我們不會全部錄 這個可能會有版權的問題 許慎 所以它是許慎於洛陽時 所以這個一樣的清調 好,分這兩個 好,我們先講一個作者好 作者比較單純,不用對課文 然後這個也一樣 這個是課文是幾頁 五十五頁 五十五頁 要注意藍天氣蓄的蓄 跟那個說文傑的序的序 其實同一個 上一次有講過的 比較早期的大家都寫這個序 這個就是序數 後來就變成那個次序的序 次序的序 專門用在怎樣 專門用在 序拔體這種文體上面 這個別忘了 這個 認真輔學 不要再問這個什麼梗 那麼沒水準 最近在幫黃沛龍老師做的時候 發現好多古書都是這樣 那他這個不是學他的柱 前面是幾罐 我這個還沒罐幾罐 這個輔前面我們 在藍庭局勢哪一刻都解過 太多看到了 以後你這樣就會讀了 不要像很沒水準的學生 或者學士都還不是 還敢在那大放厥詞 還笑這是什麼的 可憐 我覺得這個為什麼會有這種 就像我以前不信佛 佛經沒看過幾本 然後笑人家迷信 怎麼那麼膽大忘了 我也是這樣看這種 你想想看一個學士都還沒拿到 怎麼敢去笑一個博士 真的是 怎麼會混成這樣 這麼膽大忘為 我不是說別人 我自己也是這樣 像我對佛教也是這樣 我以前這麼敢說完 要去迷信 了解了多少 這人很可怕 真是人性本質不好修 所以我繼續輪迴 許聖約 五十八公元後 他不是錢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是二零一八 二零一八 剛跨年 剛好多少 一千多少 這個約就表示他生逐年是不確定 大約是這個時候 很可憐對不對 我們現在你還過生日 他什麼時候 生什麼時候死都不確定 可是他是我們最近讀的一些作者 王羲之也短命 那個魏文帝也短命 杜甫也不長命 他算蠻長命的 可是這當然是約人家推測的而已 147到58一件 八十幾歲 八十幾歲 八十九 快九十 這當然不一定確定 你可以查一下維基百科 這方面的資料是蠻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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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58月一十七 哎呦他該不會是超維基百科 哈哈 有可能喔 你看 都和汝南少林 都一樣 不過在我們課本多一個郡 這個我們那時候學那個 藍庭集序的時候也學過了對不對 對不對 複習一下吧 講這個課文 會以貴基三陰之藍庭 對不對 我們講說這個是比較對的讀法 貴基郡的三陰縣 的藍庭區 藍庭這個區域 貴基郡 它是比縣還要大 三陰是一個縣名 萬歲嶺嗎 萬歲嶺嗎 萬歲嶺 萬歲嶺好像那個是藍庭禮類 是這樣 一個縣裡頭的小單位 那 那個 郡就比縣還要大一點 魯南郡少林縣萬歲嶺 大概這樣讀 維基百科它只有魯南郡少林縣 都沒有提到萬歲嶺 近河南岩成人 應該念岩 或亞苗 風行草岩嘛 風行草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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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字形結構快步走到換成人步 可以猜這個字 可能念岩或岩 因為聲調不重要 會變的 查標準英文 我們台灣就是查這個教育部 你可以知道它是念什麼 它這裡還有這個城 那個叫岩城 這個仙還蠻有名的 還有岩城之戰耶 我也好奇 所以它是岩嘛 風行草岩的岩 同音字你看 對嘛 同音的聲調都沒變 魯南省中部 許昌縣東南 你看鐵路金子 許昌你看 所以它姓許有沒有 這是他們許家莊的地盤 那那個海賢老河上 河南南洋 還要好像在南邊一點 反正都河南那一代 遠城之戰 原來是美宋和金物主 岳飛 以前的五聖岳飛 五聖岳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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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聖岳飛不是五聖 官公是五愧 官公做五聖是有愧 因為他大意識境之後 甚至把自己的頭 都丟給東武了 那生竹年不祥 巨岩可君 許君世紀考 清朝的學者姓宇 嚴明可君 許君當然稱他許先生 像現在日本人常稱什麼君 他的世紀考 我們說考試 研究考察 陶芳祺也是清朝的學者 因為他生竹年不曉得 所以這也為什麼說約 這是靠清朝學 一直到清朝 你看那前面 漢朝在清朝中間 那些唐壽元明在幹嘛 那個陶芳祺也是許君臉表 所考 你可以查一下 就知道陶芳祺清朝 清朝末年 已經光緒了 光緒間的精神 這個應該是念二聖旗 陶芳祺 標準因應都是以這個 這個 就是有邊讀邊讀右邊沒有邊嘛 旗 韓旗的 遙陽秀韓旗的旗也是這個旗 注意一下 有時候都會忘記 這個是念三聖 許君臉寶 許聖曰 生於東漢明帝 永平 別忘了 這個我們佛教徒很重要 明商之士 漢明帝就是佛教傳到中國的明君 正好 不知道是好像是二年還是 所以 所以他生年剛好佛教傳入中國 來佛教 看一下 對不對 可能會講 什麼時候傳進來中國的 中國佛教 中國佛教去查 不知道 不知道 什麼時候傳進來 傳入中國 有沒有 你看 你看 哈奈利利 這個西漢就有 永平十年 你看 六十七年 漢明帝 夢見紀 這樣就親切了 他是永平元年 差十年 對不對 西元六十七 加了十年 包括五十八年這一年 對不對 包括這一年 所以要加九而已 七六七 許聖剛好十歲 大概十歲 佛教傳進 正式傳進 中文 哈奈利利 風景 所以哈奈利利的年號 是永平 永遠平安 永遠太平 去祈祥 這樣 幫助記憶 也加強印象 他的生年 跟佛教傳到中國有關 那你也知道他距離現在多久 比佛教傳到中國還多了十歲 這當然是這兩位先生所考 來了這個 所又來了 怎麼讀 但聽繼續學 多變了 顏可君和陶芳琴 考的結果 的結果就是所字 他們考察的結果 所以所考這裡是所字代名詞 因為他後面沒有名詞 所以這一定是讀成大名詞 考察結果呢 許聖曰生於東漢明帝永平月年 死在 生於的魚都是魚式的魚 就是在 死在這一年 在於這一年是東漢還帝 這個念還其還公 建和元年 懷靈 那時候東漢政權就很糟了 白靈 擋固之禍 皇冠把持 所以建和元年 可能就是 皇帝堪即位吧 因為一個皇帝可能很多年 這個 你這個 現在維基百科都很方便 很多有心人 你看都是人家不求名 不求利的 大家共同編輯的 甚至現在教授都在問說 我維基百科可以引用 對不對 所以 剛開始 網路資料大家都瞧不起 就是英雄不怕出生低嘛 我們也是啊 你看他有那麼多 建和是他第一 是在 環帝即位的時候 他就死了 那他的性 本性是純賭 很純厚 很純厚 賭實的 所以他做所有人解釋 用我身走進去 實事求是 真財思選 純厚就是不會欺騙人 我們說賭實就很老實 叫純賭 這個純就表示心性很單純 或者很純潔 都可以 這個純有點類似這個純 可是這有厚的意思 這個純就不一定有厚 只是很精純 所以杜賭有名的是 在死風俗純 甚至是寫這個純 這是酒很厚 味道很厚 所以 這個純都有厚的意思 這是寫生字 寫生偏旁 行生偏旁 堅毅 行生會堅毅 會毅 那個 這個信仰本 信單字講不得許氏 就許先人 跟那個一樣 許君 那曾經為 曾經做為 做過如南郡的宮朝 在他自己的家鄉 宮朝就是 朝是一個部署 就像現在 教育部下面有什麼 高教師啊 那個師就是朝的一個 一個單位 一個行政單位 你知道嗎 大概就一級二級下面的行政單位 縣裡頭就在一級 比如現在有局處首長啊 類似這樣 那他是關門轉關什麼 公的 這公可能是考核 關立一個公機 四機 所以我們說有考公之類 現在一樣嘛 考機 獎金對不對 公機公機有沒有 公機不是母機啊 現在還在用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公朝專門關 類似我們現在考試院 可是這個是 這個層級太高了 這個縣裡頭的 專門考核這個官員 公機可能是這樣 也許是錯的 你在研究吧 我們是就字面上 還有自己 有限的知識推出來了 這當然十全大博案裡頭 能夠專業的知識 我們講那麼多 這個標望啊 九陽神功 奇心大法的東西 九陽神功我真的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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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是第一版 這關提及序比較用得著 換第二關 這個是專業知識嘛 就我僅有的專業知識來講 這樣你在這個公巢是幹嘛 那當然你可以查現在網路資料 所以像上課跟同學講 善用自己的資源 你現在資源那麼多 然後不用還是愛玩 以前我們要這個哪有啊 然後買的書都很貴 你看我買中文大字眼掃描給大家用就是這樣 有多少人買得起那個大字眼 我是審次檢查多少 西漢的時候是智能 那東漢 許申是東漢的 配縣 你看一個縣有他的工廠 然後原來這個蕭和也做過工廠 有沒有 他專門管法律 這是百讀百科的書 你看漢語詞點 所以佛學大師也查得到 漢語點其實收錄的就是 天下文章 你大家查到那個漢語大詞點 這有講公巢 所以是公巢史 史就是一種慣例 講人事嘛對不對 人事行政局 對對對 現在叫人事行政局 就管人事處分升降 烤雞的嘛一樣 對 其實職權類似秘書長 你很能管人 通常地位都高嘛 協助竣手考核 你看 我老虧 所以上下文很重要 剛剛看不懂 下文就跟你講清楚了 這叫後衛補語 在後面 上下文很重要 不要急 我剛剛就斷章取義對不對 後面就已經補充說明了 公巢意思就是 考核 這個郡就叫府嘛 郡的單位 所以他的長官叫太守 郡府 我們說 這個 政府也是這樣 來的嘛 府內就是郡 像我們現在有縣政府 郡政府 郡政府 郡政府內的官員的公巢 對不對 這個公是公巢 剛剛我們才說巢 對不對 公巢百話還在用 不是母巢 對 那巢就是一個單位 什麼師啊 什麼局處啊 會啊 他只不過不用這個 現在人 現在我們不用巢了 以前用巢 就是這樣 以奉上 以賭義 帥下以空官 身受食人 所以他當官的時候 還是有得到好評 當時的人叫食人 當時的報道就叫食報嘛 食報周刊 對不對 在食報 所以當時的人 尊敬和推崇 深深受到 當時的人尊敬和 那因為的因對不對 我們講過 食費儀有用 和因這一定 因為他 奉上儀賭義 帥下儀 公寬 然後天之丸的風格 或作風 對不對 因為他這樣 那什麼叫奉上儀 對不對 所以他用很好 所以這個遺品是 你查一下就知道 可能是許勝裡頭 傳記裡頭的話 我們查一下二十五史 我們查中研跟那個 還有我們順便介紹一個 佛學大師這裡也有 像我們老師都還不知道 有這個可以有 他這裡有一個全文檢索 你善用 就蠻多的 這樣隨便 還可以做連擊 剩下一公寬 竟然沒有 還有另外一個叫代資格 看一下 代資格 他也有很多店 他收集很多文本 那今天都沒有 那我們查Google 這是什麼 台平 玉 太平玉 玉蘭 第八冊 他是 太平玉蘭 太平玉蘭 有 有沒有 又許勝為公草 對不對 讀書從路也提過這個人 人與書書也有 太平玉 就給他 有 就曰:「許勝為公草,奉上以賭役,帥下以公寬。」 所以知道這個是超自太平玉蘭的 哎呀這個我們後面還沒有殺掉 這也是要殺掉 這都全選,然後把它殺掉就好 再來有點慢,應該用大鋼檢視會比較好 用這個第一集,那就散掉了 可是它到時候蓋過去的時候,它就會蓋過去 所以這個我們做一個 它是出自太平玉蘭 嗯,太平玉蘭這本書 這時候我們再把 那個 Google的那個網址貼上來就可以 我這裡撰寫評論,因為它 我這裡用漢語拼音,看不懂 看一下那個樹 免費可以看的樹 全部都 沒有版權問題的完全古書 可是這什麼版本 這不是宋文 什麼時代 什麼時代科的 好 許勝為公草 奉上一朵一帥下以 來了,這很好 剛好講解這個 看到關鍵字沒有 不見題目,只見關鍵字 別忘了 題目就是這十個字嘛 你不要看這個啊,第一個 相對位置是不是有相關之意 對啊 奉上帥下,你看多好 上對下 對啊 你就會讀啦 學會讀它 再來你看到這個關鍵字表是什麼 我們講過也叫你背起來 乙和魚 在巨中實 或者魚 剛講的魚就是實在嘛 這巨時候是多虛怎樣 道虛從主 所以這就是 2234 所以 他就是怎樣 奉上以賭一奉上 所以 奉上以賭一奉上 所以 奉上以賭一奉上 那 接下來就解釋啦 知道大原則是這樣 那 上對下 表示怎樣 他做公朝 他也不是縣長 對不對 他根本不是皇帝 所以他上面有上級 那用什麼東西來侍奉上級 就是用 這個乙是用 對不對 對啊 用賭義 你看他姓純賭嘛 很厚 而且很講義氣的 很老實的 很賭實的 很實在 花言巧語 做事很實在 來侍奉上級 上級交辦的事 他就很老實 而且很負責任的 去把它做 那帥下以賭寬呢 以賭寬在 用 很 恭敬的 你看不會瞧不起人 好像把下面的 當作 對不對 看到了 像現在有錢人請那個 外傭 就把人家當成佣人這樣 他不會 他是很恭敬的 所以他做到 像我們佛佛菩薩 教育佛 我們禮經諸佛 而且很寬和的 會不會覺得 你是我的下屬 我就 對你很 嚴苛 不會 所以他是寬 對不對 不會很嚴苛 不會很機車 而且是對人家很 客客氣氣的 然後呢 帥下 這個帥很簡單就是 我們說帥靈 要帥 對不對 帥靈 他的下級 下屬 對不對 下屬 下層 對不對 下層或下屬 對不對 下層或下屬 上面的 上面的膠帶的 上面的膠帶的 好 帥領 帶著下 那帥領不就 帶下面的人嗎 這是翻譯 這是解讀嗎 翻譯的話就變成了 他翻譯就是帶著下面的人 對不對 帶下面的人是用這種方式帶 很客氣 對不對 很禮貌 禮盡的恭敬嘛 然後很寬和的 不嚴苛的 不計車的 你看 你會覺得古文跟我們差很遠嗎 他只用不同的字去表達嘛 所以你看你來上我的課 或者跟我們一起讀懂 我為什麼就是喜歡用這種很俗的話 或者很生活的話 來講 大家都是用語言用的字會不同 那你現在覺得他很文雅 也許那時候是很俗的字啊 那我們現在用俗的字 以後不用了 人家可能還覺得很文雅 物以稀為貴嘛 那語言也是這樣 就覺得很親切 大家都是活人嘛 你這樣學才有趣啊 我把它當成一個任務去學 當然就痛苦 跟你生活怎麼關不著 我剛剛是想要補什麼 在下面的 哦 那補我的智慧而已啦 再 以後打快一點 我那個 倉截碼拆五碼很便扭 嗯 有時候按錯鍵你看 我將以後按三碼就出來 你看 你看 我現在 只要取前兩碼 後面再加一碼就好了 你看 並極亂投一 我這裡要重啟輸入法就可以了 你看 現在我打帶字 三個就出來了 對啊 用的是 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回來 這是出自太平玉蘭 啊 那也知道 還不是他許勝的 還不是出自他許勝本傳 你看那個 應該不是 不過剛剛我們查那個就一定查得到 所以東漢書可能 因為他東漢人嘛 我們四十有名的史記漢書 東漢書三國四 東漢書可能還沒有他傳記 你就知道他當初 或者沒有這兩句話 也許有了沒有這兩句話 我們看維基寶藥 他也會引用參考書 你可以看一下 這都讀書的計較 有嗎 太平玉蘭才有 剛剛我們看那一段 有些許勝為風朝 鳳上 那個 嗯 嗯 你查許勝 然後看一下那個 出來應該都是維基百科仙嘛 剛剛看 你看他下面會附註一些參考資料 你就可以知道哪些 還有做 有嗎 有啦 有許勝傳 只不過他許勝傳裡頭 他沒有 他是附在儒靈傳裡頭 儒靈傳是好多儒靈 好多儒 那個大儒 所以叫如靈嘛 像樹靈一樣 現在你看還有儒靈 那個參考書還是 補習班就是這樣來的 現在還有一本有名的小說叫 《如靈外子》 都是讀書人學者 他是如靈 樹靈裡頭的一棵樹嘛 一個人 那表示後安書還是有他的鑽 他不是讀鑽 他沒那麼份量 有跟大家一起鑽 這樣就完全知道了 出自佩平欲覽 什麼篇我們就不管了 再去查都查得到 其他是白話文啊 值得講 我剛剛講 後來就舉為孝蓮 這裡還是作為 做孝蓮 孝蓮那個金空老法師也常講 漢朝很好的制度 看你很連結 又很孝順 品性不錯的 就會被推舉 去做這個孝蓮 那孝蓮類似後世的秀才 就是有功名 孝兒 孝你看他寫後 這裡就換個字了 所以這個孝就是後 後來唷 又怎樣 而後 孝兒入洛陽 孝入洛陽也可以 他叫個兒語句比較舒緩一點 這個兒還是兒後 孝 接著前面這件事 兒後 就進入 他被推舉為孝蓮之後 兒後 就進入洛陽 別忘了東漢 首都就在洛陽 西漢是在長漢 這就是 進入台北或北京 進入東京都一樣 進入京城 任太衛府 南閣祭久 所謂祭久就是 像以前有國子見祭久 國學國子祭久 那主要是教育的方面 南閣祭久也就未必了 祭久好像是 你祭久的時候 你站在主位 所以有一定的地位 這可能跟學術地位有關 他就擔任了太衛府 太衛像以前有司馬 大司馬什麼 太衛也是專門管國防之類的 我們現在還有少衛啊 上衛對不對 就這樣來 這是一種軍階軍官 很遠古就是這樣 那這個府跟前面那個府一樣 那是政府 比較高級的行政單位都是稱府 因為郡比縣大 那這個不是縣 這不是郡政府 這個是太衛 像現在總統府也這樣來的 南閣祭久 那以劉真馬龍等教書東關 這個是京城的 類似現在國家圖書館之類的 那東關這個 以前有一個東關什麼 一本有名的書 東關漢書還東關什麼 查一下就知道 大概就是 那時候洛陽京城的 像那個太衛府應該也是在京城嘛 在首都嘛 這也是國家圖書館 教書它是省略的在很明顯 在東關這裡教書 要整理國家的圖書 我們現在才有留下 他們整理後的書 留長給我們看 那馬龍也是很有名的 那個學者 劉真比較不有名 可是當時很有名 後事 就不比許勝和馬龍 所以 劉真可能是因為 留下的東西比較少 或者比較不有名 馬龍和許勝是留下比較有名 所以 像那個更有名的一個叫正玄 對不對 他就留下著作 所以說古人有說三不修 你這樣你的名氣才不會修壞 很像劉真就是這方面 就輸人家 所以其實當初你看 他會放在馬龍前一命 排順序嘛 排領賢的 現在不是還有這個詞 領賢島主演 表示他當時的地位 絕對不在馬龍和許勝的這些 可是現在人比較不認識他 為什麼 不一定表示他的學問就比較差 可能留下來的東西 比較少 或者不受後人重視 許勝說人解釋 歷朝也不是很瘦 總是到清朝更推崩 跟推崇當然就不可同樂而遇 這省略一個在啊 知道 可是在場的省略 你看我們九王神公也提醒各位 對不對 在天之還原第一個就在 第二個余約實在是一樣 可以說教書 余東關又來了 余漢在這劇中間 是不是要道去從主 就是在東關這裡教書 對不對 就順了嘛 白話文文法才順 那馬龍長遇其博學期 代名字他就不只是許勝 曾經 我們說未長就未成嘛 所以馬龍呢 曾經讚譽他 讚譽他 給他一個聲譽或評價 評價這個 許勝 博學 我們現在博學多文 但知詳複詞也可以 學問很廣大 很廣播 怎麼讚譽他的博學呢 他說虎今無雙許贖重 別忘了他是字贖重 剛剛看太快 對不對 不是贖重啊 為什麼你知道念重不念重 因為他是慎重嘛 你看把慎重拆開來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 明漢字相關 像我們前面學那個 王羲之一哨 然後曹文 那個魏文帝曹丕 字子環 都不太知道明漢字的關係 這個好明顯 那俗是因為他在家裡排行 可能 夢重俗記 排行第三 所以念俗 夢重 夢是老大嘛 重是老二 俗 然後記 他可能老三吧 俗重 就稱他 他不會說许聖 同事之間讓你稱字 不會聯名戴心交流很不禮貌 現在人沒有字了 所以當美上 無雙跟白話一樣 沒有第二個人 不能成為一對 只有他無獨 也不能說無敵 這是錯的 無雙就沒有人跟他匹配 批敵 無人跟他匹配 他是獨 我們說特立獨行 或是唯一的獨特的 Outstanding 五經 五經表示 我們說四處五經的五經就惹了 反正他經學很好 在籤小掌 唸小欸 好難聽喔 小 沙小 台語的小 這是國語 你說怎麼不唸教 換了雞七西義族嗎 他變成 那個 西而已 小沒錯 那小 小 這可不是那個台語 那個小 小的台語是精液 男孩子的那個精液 男人的精液 人出大陸去河北 他曾經到這個小縣長 所以小縣的縣長 叫小長 對不對 顧地在京安徽 顧正東 對安徽對不對 許勝成任縣長 許勝有這個有名 他都可以字典裡頭提到他 這個小有名的縣長 大概也只有許勝這一個 顧正 安徽顧正 有意思是正喔 可能是顧正縣 通常省下面就是縣 顧地在京 但是說 小這個以前舊的地方 是在現在 別忘了 今是現在安徽省顧縣的東邊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小縣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小縣 通常沒有講左縣 應該都是升縣 整理完那個典籍之後 做太尾府的南格西爾之後 後來就讓他擔任白禮侯 對不對 一縣的縣長 讓他去管一個地方 因病未救人 你看升縣之後 因為他生病 那個因就是前面那個以 對不對 因為 以賭役奉上 以公寬率下 對不對 那你說 來我們講一下 剛剛說你說 關鍵是 所以他要 道序重組 那為什麼他要做道庄去 為了強調才拉到前面 本來是以公寬率下 那他為了要強調 他對上對下是什麼態度 所以先講對上對下 好像賣個官司 對上怎麼對上啊 用賭役對上 那帥下怎麼帶領下面啊 用公寬的態度 所以公寬和賭役是他比較 這兩句話比較不想強調 他想先強調先說明 那個他是如何對待上面和下面 會不會大小縣或怎樣 後面再補充說明 所以他放後面 可是我們白話不會這樣講 白話像我剛剛講 怎麼對上啊 用這個好像可以 可是比較少人這樣 一定是用賭厚 而且很有這個 很講義氣就很負責任 又很好實的 把該做的事做好 來侍奉聖 那因為生病 所以後來就死掉了 生老病死 死足了 所以足是中療 所以日本叫足夜市 就是學業弄完 那這裡是生命的足 生命的中療 生命的中療 不是學業的 那後來就在家裡死掉 對不對 瑜家族對不對 你看那個瑜家 不是做那個瑜家運動 是不是又是要倒虛蟲蟲蟲 所以瑜在劇中都是倒虛蟲蟲 對不對 因為生病就未救任 你看救很好啊 救有動詞對不對 我們現在救職救任 就是動詞 對不對 不要以為救職連接詞 那個救怎麼樣 對不對 白話也還保留 還常用 救任 救職演講啊 他也沒有救任 就是沒有救職 一樣 一個職位就是他的任務 對不對 他的責任 所以救職就 後來就足一家 就是我們也不一樣 你看 不見題目只見關鍵字 所以馬上你看才講 那個作者他就複習這兩個 就不見題目只見關鍵字 對不對 不見題目只見關鍵字 對不對 不見題目只見關鍵字 對不對 這邊也給你呼吸一下 所以這個也是倒序重組 後離家族後來在家裡死掉 這家到不一定是家裡可能是什麼 還有一個什麼家鄉 因為那個蕭不是他的家鄉 他要去那裡就認沒有 他也是留在自己的家鄉 洛陽也不是他家鄉 所以瑜伽家族這裡就是他已經不待在洛甲 是不是回家了他的家在哪裡 他的家在萬歲裡少林 魯南郡 也不是在洛陽 也不是在小 這個意思這樣 應該就是回家 所謂落葉歸根 就回去了 世人都稱呼 這個世不是世界是世人 都稱呼他叫許小掌 就好像杜公布 就是用他的官名來稱他 好難聽喔 許小掌 其實他讓我們學這個課有趣多了 南閣祭九 是稱 對啊 你看南閣祭九做的人不多 出名的不多 所以乾脆用南閣祭九稱他 你講到南閣祭九 就想他是許淑仲或許勝先生 所以你就知道世間的人稱他是許小掌 或者稱南閣祭九 你知道就是指許勝 甚至你可以變化一下說許南閣或許祭九 大家也聽得懂 因為他是這方面的第一把教義 因為人家聽不懂是因為可能類似性質的人太多 他不知道你到底講什麼 假如類似性質的人少 就只有他獨一無二的 當然就知道你在講誰 那許勝在京城洛陽的時候呢 這裡當然就不用道書從書 這就跟白話文化一樣 對不對 他這裡本來就寫現在人寫作者 他可以用類似白話語體文寫 許勝在洛陽時 他只是把它再改成語 所以道書從書是怎樣 順的讀好像不是那麼對 不合我們白話文的口感 或口語的話 或語法的話 你道的讀順 是這個以師事假葵 用老師的禮 禮節或老師的規格去侍奉假葵 其實就是拜假葵為師 在假葵下面做學生的 換句話說 這叫詩事 動詞是 是字 詩是修事動詞 怎麼樣侍奉他 以老師的規格和等級 我的態度 複習一下我們那個 養蕭裡頭 那個 有機禮子 他這裡是用什麼等級 要求他報仇 對不對 要以用國式等級的報答 對不對 期望 他們 這些狗偷屬家的 這支圖 用國式的本級 這種 回報你 這種等級 來期望他們 這個你看也是在劇中的道具 比較對 用江藥 你想要 用國式等級這種報答你的方式 來期望他們 是不可能的 這是他們 哪些狗偷屬街 這是這個 國式等級 國式這報 國式等級的報答 那這個是什麼 這是老師用等級的 侍奉方式去侍奉假葵 就是拜他為師做他學生 學習跟假葵學習 這念葵啊 學習古文經 古文字 古文字 古文經的成就 前面馬榮有佔餘他 五經五上都叫經 那這個古文經就不細說 因為還有分經文經 這經寫史上一些場子 這個網路資料一定很多 古文字 古文字就表示不是經文字 別忘了他的經是指什麼 漢朝 不是我們現在 所以經是現在 他的現在他們是東漢 或西漢 那時候 漢朝 本朝 然後自己的國家的朝代 叫國朝 國朝 所以他學的不是漢朝的字 那漢朝推行的是什麼字 像我們現在 一般標準是楷書 楷帝 漢朝標準的是歷書 那漢朝之前可能就小傳 秦朝是推行小傳 甚至戰國的時候有蟲鳥書 古文旗字之類的 這些都叫古文字 那時候當然還沒發現假古文 中頂文是有的 以五經傳說 不是傳說 為什麼我不念傳 五經傳說的什麼 不是神奇傳說 玩電玩的 這不通 這是傳說 為什麼 像春秋公陽傳 古良傳 像我們上一節課有提到 上一次錄音 還是我們這一集 公陽傳的傳 所以五經的註解 還有縮解 像我們課文叫縮解 就對五經的註解 說法 各家的說法 張癖不同 所以是因為 因為五經那時候 研究五經的人 很多 他們注視他們說法 張癖 自罰張癖 不一樣 有些褒獎 意思就是評論 會解說 都不一樣 所以他就賺了五經意義 因為當時人 對五經的說法有不同 說法就可以翻那個張癖 張癖 原來意思是褒獎和否定 自罰張癖 不一樣 出事表裡頭 對不對 各家說法不一樣 各家說法不一樣 所以他就寫了五經意義這本書 這好像失傳 又見於 又看到 這個語就類似道的意思 現在 知識通見 好像一邊鏡子看到 借見他 意思就是看到 當時的俗儒 就一般 沒什麼學問的讀書人或學者 說字解經多於本意不合 他就看到這個現象 以這個現象作為借見 對不對 對於這個現象作為借見 也可以 這個語言當對 對於這個現象當作借見 或者讀成道 看到 因為他是借系詞嘛 動詞加名詞 對不對 中間說借 所以可以用道來翻 看到 道 道就是借系詞嘛 看到什麼 看是動詞啊 後面的 或者對於這件事 有所借見 對於 用對於 單字強迫的對於的話 對於這件事有借見 當時就是他當時同時代的人 那一般的讀書人 或者俗就 俗不懂啊 俗 台語就唸俗 俗字通常都有貶低的意思 就是雖然是讀書人 可是水準可能不高啦 也沒有很多真材質 那說文的字就是 說文解字的說字啦 說字就說文嘛 那寫字就對字的說明 還有解經對經文 經歷裡頭的 經典意義裡頭的解釋 多和他們的本意 這當然一定是省略嘛 天之法 他們是誰 就 字的本身 還有經典經文的本身 他們的本身 本來的意義不合 就解出來的意思 可能不是經典本來要表達的意思 也不是這個字怎麼造出來 它原來本來是什麼意思 是不寫不合的 不符合 於是就是哪一字 講一個字又用奶 加兩個字你就用於是 對不對 或者於是乎講三個字也可以 於是乎 博問通人 博也是廣 廣泛的去請教 去請問通達的人通曉都可以 通達通曉 我們就要現在講達人也對嘛 通達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不用通人 用達人 我們現在用達人覺得很俗很白話 古人就覺得是文言啊 那古人他們喜歡用通人 我們現在反而覺得文言 通達不就這個詞 通人就達人嘛 就廣泛的不是只問一個人對不對 很到處 所以可以翻成到處 到處去請教 請問就請教 很通曉的人就達人 考之與賈魁 那考之來到很好 這個考之可以說是研究 我們剛剛才講考試對不對 研究 因為他有人研究他的生竹年嘛 許經世紀考察研究 那也可以說是拷問啊 我們像 當然現在不是 不是在那個坐牢裡頭 坐牢裡頭有這個拷問 司法裡頭有拷問 那時候拷問是用手拿鞭子打 或者是行刑伺候 重刑伺候 那這個當然不用啊 可是重一點是都有在問 所以這拷問也就是古如城問 因為這賈魁是他老師嘛 在他老師這個就要道具 從主來讀 在他老師那裡去問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就是字的代名詞 所以是在他老師那邊去請教請問 考察這些問題 這個字就是這些問題代名詞 哪些 對不對 那些俗如說的對不對啊 他去請教別人 他不是光問他老師 當然也問了別人的意見之後 再去問他老師說到底哪一個對 請老師給他一個指令 指教對不對 那他這個行為我也覺得有點怪 有可能他老師過世了 他在根據他老師的說法 去做一番斟酌也有可能 然後我們還是照前面第一個讀法 是他老師在去問他 那老師假如不在當然就只好 根據老師說法去折衷 去看人家講的到底誰有道理 還是我們老師有道理對不對 你不能聽人家講 人家講錯怎麼辦 他會去拜他為師 當然對他學會很佩服啊 相信他 對不對 就像驚慌老法師你看 利比南老師怎麼說 那他說 剛開始去見他還說 其他你以前跟張家大師 跟方東梅教授學的 一概不承認 對啊你要相信老師啊 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嘛 所以你看 所以說文解釋的成書 跟賈奎也有公了 有關係 這賺成了說文解釋十五篇 其實篇不要小看啊 不是只是十五篇文章 類似所謂的卷 卷字是不少 編卷 是書這個是就與是是 就是詞啊 這本書 這本書呢 寫成在 這也是倒數程度比較順 應該說這本書審 審略的審對不對 審在漢河立永元十二年 剛好公元一百年寫成的 就是這樣 所以是不是倒數之後比較順 如果你說這本書寫成在 漢河立永元十二年 還可以接受 沒有前面那麼順對不對 百花文法總是把這個時間負責 或地方負責都會往前放 那這個時間負責地方負責 他竟然是負責副總統 就是要修之後的動詞 他是修是和說明動詞 是在哪個時間點 哪個地點 完成的 發生的 再來 是漢 一直到了 這個字就到嘛 你看家破手 就到字 到了漢安帝見光 這都東漢的皇帝 見光元年了 他就派他的孩子 兒子 沒有講 如果是女兒的話 前面一定會加女字 就好像我們前面學那個有 弟弟 那一定是男弟 我也是女 那女弟就叫什麼 就叫妹 哪一課有學女弟 就剛剛那個養肖 複習一下 自己看 你們課本是第幾頁 對不對 像我上課叫 你要睡覺 方文課本有精神一點 七十七夜那樣 七十七或七十八 因為有時候可能要翻夜 他是住這裡嘛 李源對不對 跟他的弟弟 哪個弟弟 女的弟弟 對不對 他怕春節洩漏他 李源這裡的他是李源 妹妹的事 女弟對不對 那這裡沒有寫女子 女子的話不是女孩子 就女的兒子 那就是男子 沒有講都是男的 因為以前複選社會 我們現在還是 沒有講的 預設的都是指男性 他派遣他的孩子 男孩子 兒子呢 許聰嘛 姓許明聰 上之與朝 來了上是動詞 這個知是代名的上什麼 上說文解釋這本書寫成了 所以一直到一百年寫成 到了二十一年後 才派他的孩子把他寫成了 說文解釋這本書 上奏給朝廷 或者上什麼 上供給朝廷 獻給朝廷 供又獻 供獻供獻 對不對 獻出來 給就是與 這也是戒系詞嘛 翻成給就是最順 上供 上限 上奏 上奏 是動詞 給是戒系詞 所以他是不及物動詞 給朝 給誰啊給陶庭 那你也可以翻成 在長廷那裡 上供 也對嘛 道序重庸 可是這個怪對不對 剛剛那翻是最好最順 對 翻這個於是給的意思 所以這個戒系詞 常常有不同的字意 一下給一下怎麼樣 就是從上下文去看 所以你可以去查詞 也是會發現 哇他可以有好多 有好多意思 那當然就跟他的詞性 他是做戒系詞的時候 然後呢 從上下文 你發現他可能是 同我們現在白話文的哪一種 講 表達式 或哪個字意 剛好今天可以 你看沒睡覺 弄到兩點 可以把它做著講完 不錯 此外呢 此又來了 此就是這個詞 這本書 這本書之外 就是這個剛剛有一個詩 詩書 對 這邊 這個詩就是詞 這本書之外呢 還有上又還 還有 孝經古文說 所以我們現在也要 上有啊 你電裡還沒有存貨 上有 就還有嘛 現在還在用白話 上有就還有 對不起 我剛剛幹嘛 上位就還沒有 還沒有嘛 我們講過那個 位不就是妹嗎 這個發音是不是跟沒一樣 聲調不重要 這個四聲 那個二聲 上位就還沒 還沒 對不對 對不對 位不就是念沒 妹 對不對 妹念妹啊 他右邊還是念味啊 聲音變化 妹跟美 是不是聲音又很像 四聲二聲 聲調不重要 會亂變 此外還有 孝經古文說 懷男子住等 等等這一類 所以等也有類的意思 我們才覺得藍提提示 不是說 符查品類之聖 仰官語就是他的符查 等和類都一樣 你是地級等人 就地級類人 哪一類的人 這一類的著作也可以 或者你說等等這些 等等等就點點點嘛 就不止一個 類似三節號這樣 三節號 列舉出來不止這兩本 那孝經古文說 當然是背古文 你看剛好呼應他前面 是不是跟他學古文經 跟賈奎學 所以他是自古文經學的 所以說就是這個說 對不對 那個 傳說的說 就是註解 就像我們那個說解一樣 這個說是註解的意思 註師的意思 傳也是註師 春秋左傳 左思傳 古陽傳的傳是對經典的註師 叫傳 通常講說聖人寫經典 然後閑人做註 叫傳 然後後來的學者 君子 對不對 再對這個傳 再做一些說明 就叫說 類似 就好像我們說有註宿 對不對 就是註在宿舍 這是閑人的註 對經典的註嘛 然後後來的人 覺得註還不夠清楚 在註在做進幾步說明的註 傳說也類似這樣 要注意這不是傳說 可以標一下 我們可以學一下 然後 這個說就是這個說 剛好 我們就畫個線頭吧 淮南紫住 淮南紫是一本 朱子百家的書 這是西漢的一個 劉安吧 西漢一個諸侯王 他們姓劉的 劉佳的 方式 召集很多時刻 編的一本書 類似是 模仿那個呂世春秋 李不韋 編的那個 他都屬於雜家 都學著一起共謀編輯 對什麼思想 他想要籠絡所有思想 百家真名 他籠絡起來覺得自己了不起 不管是自己的見解 或是學術成就 他是對這本書做註 他東漢人對西漢人編的這本書做註 等這些著作 這個就不用講 白話王還是這樣 可是還是可以講 著和做都是寫作的意思 寫作就寫作 著也是寫作一本 他是同一父子 可惜呢 現在都沒有傳下來 流傳下來 沒有故 流傳 都失傳 不傳就失傳 對不對 現在都有啊 這個詞彙都現在白話在用 失去 傳播 迷失了 傳播 流傳沒有 迷失了 黃失了 都可以丟掉了 遺失了 遺失就丟掉 好 剛好 我也有點建議 可以睡著 五點料起來 今天早八了 好 剛好這個我們就 好 天一節 好 好 作者剛好圓滿很棒 那我看我們 沒關係我們整客館還是歸在這一集 因為時間還可以 好 我是怕說 當你電腦出問題 電腦出問題 會不會白怒 好 阿彌陀佛大家嗎 阿彌陀佛大家嗎 阿彌陀佛 到爺幾地呢 夜夢幾鄉 早見 阿彌陀佛大家晚安 阿彌陀佛 我們繼續就要在整理客人 這個我們前面看到那個醜有 這個液體字 課文是那個醜我們就 用液體交易部的液體字 炸一下 因為系統目前還沒這個字 看他有沒有收入 不要認錯字 應該是醜沒錯 右邊一個田 左邊一個田 右邊一個 液體字這點都沒有 太怪了 那等一下我們對原文就知道 也沒有這個 等一下我們先留一下 這個是沒有嗎 那看了一下國學大師 那這公朝 許勝座這個軍公朝已經看過了 那我們就 這個就 走出醜入 這也是整本都可以看不錯 可是其實這個 讀出醜入我想那個 中國只要結束電子化計畫也一定會有 不一定要看Google 尤其Google圖書他也捐給他 不過他這個是CADL 不是Google圖書的 我們有時候會看到Google圖書也捐了 這個版本應該也不錯 那這個都看過了 我們就先關掉 那一樣這裡 我們好像之前看過他有沒有醜 很奇怪 課本怎麼是那樣 他的醜是這樣 也不像那個 真的沒有 看一下課本的是怎樣 我們查甜字就可以知道 有嗎 好像是這樣的 醜 太怪 等一下對一下就知道 因為段毅傳他專門研究這個文字的 所以他 像清朝學者他們文字學小學很發達 這個小學不是Elementaries 就不 這個是指 相對於那個大學之道道明 在明明的那個大學的小學 就是專門是 對著文字生育殉骨 所以辦研究了解 就是現在鏡空浪法師他們辦一個漢學院 在台南極德寺有請一些文字生育殉骨的老師 像神語學的名師 竹佳寧先生 然後文字學是張虎林教授 尤其竹佳林我是非常知道 張虎林我還不知道 竹佳林先生是沒問題的 文字生育學界很響叮噹的一位學者 好我們來對課文吧 那我們就先看那個段宇才 我用我自己的這本書來對 因為版本一樣的 就不去對那個 可是 這個 這是他的住序 這不是許勝的 王念生也是那時候全家學者裡頭 很有名的一個小學家 幫大念才寫的 那再來這個 許勝的是這一篇 那我們看中國的哲學書電子化計畫好了 先看一下 因為我們順便幫他可以的話 幫他整理文本也不錯 應該也還好 主要是他沒有書 其實網路上應該有這個文本 像這個 漢典裡頭就有收入 嗯 可是序不知道 哪裡有 收文解字 不然你打這個收文解字 去 斷柱 換書本 等下 都已經有 這是日本人整理的吧 這個 康基 看一下 百多文負儒 有沒有 哦 所以這個其實 這可以納入 我們方考 因為他這個是圖嘛 固定 固定到這 如果我們要幫他整理 複製過來 那個牌就可以了 這裏不是駭部啊 他回上一遍 有沒有駭部啊 這樣也是空白耶 那這幫他整理一下好 這個 德卿 許忠彥 這個也是蠻有名的一個學者 教治 我們是段儀才的學生 看他空一個 12345678 90 1412 拉一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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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蝦 默契 戰術修文第14卷 本頁是沒有問題 那這是 修文解字 第14篇下 這就完美了 看他其實是空兩行 你也可以給他空兩行 看終於圓柱 非常完美 你看他這個還有很多 他很奇葩高 並一生 空兩行 他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他不能說成 他就不管他 那我們這裡 可以放心把這個殺掉 什麼駭部 那些東西 貼那個資料就過來 收文解字 第15 也是眷類 厚漢書如靈傳作 收文解字 14篇 那我們看另一個 還有嗎 金彈端 才做一個 貼過來 以上 以上 以上還古籍出版這81年 作文解字 著本 厚漢書如靈傳 如靈傳作 說文解字 14篇 捨序而言你 捨序 他竟然是寫 他竟然是寫跟隨的隨 隨字的意思是 表示誰書異文字 他竟然寫這個水 唐字 接雲 這個符號我要用一個快速鍵 看我的 太累 SF齁 看看 SF齁 是 一樣這裏要重啟輸入 就可以 每次 可以嗎 這樣就出來 唐書一文字 那沒有講的話 通常是字子 新唐書不是舊唐書 一般 揭縮15件 都是說是15件 接雲15件 這15件要換好 何序而言 何序而言 太史公約 這裡序可以加個篇名 因為專子是一篇序 初文解字序 太史公至序 班式序 就幫故的後 那個漢書序 序傳 接別 字為篇 這個為字 等一下你看他會直接轉成那個 因為他認為這是大陸講話 所以這個很麻煩 這一樣的就可以了 三十序傳 這是指漢書的序傳 接別 然後就換一行金唐 空幾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血絲 血絲 大概這樣 金唐段落 如果印章還可以的話 幫他填不行就算 血 什麼 看不太簽書不管 長書印 什麼東西 長書印看不太簽書 簽不管 要求 不太簽書 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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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个字的上面 今审定一字与词 所以这段义才是由他改的 我们等下看那个另外一个本子 你就可以知道应该不是 他旭约不会在那边 我们这里旭点一下 会跳到这里来 谷者、谷西斯有没有 旭约原来不是在旭约 所以旧 原来是这样 段义才这一处就 跟大家交代 他这为什么会改成这样 这个原注意一下 这个原 意思就是什么 因为清朝要避讳 那他这个文字学的书不能避讳的话会 垄乱 所以他要这样 要避康熙皇帝爱心觉罗 玄业的玄 都不能刻玄那个字 他就改成圆然后框起来 表示这个字是避讳字 大家知道 原来应该是玄子 汉朱法言泰玄 有泰玄就是洋雄的泰玄这一本书 这些书的序还有实际的序 接垫于末 将垫君也要放在后面 这个下去的话我们会花了不少成本 所以只好 先割爱 先把它改这样就好 把它补了一点 那个 小字 那这里有 太史公 这样整齐了就跟他的原文类似 这里要加一个那个 段落 这样的话到你等下去看那个文字版才会整齐话音 它会连在一起 点那个文字版之后 这样会断 我刚刚那个P就是让它断 所以这个金坦段位才会接着它 只能先这样啦 至少是到这个 所以我们就看几个版本 第1个 课本这里 那是有版本吗 第1个是 金远龙产版 看他那个运 说文解字 断玉产 课本 然后再把这个超连结改成它就好 那这样点一下 我刚刚是按了一下快速 我觉得很快就换成它 这样很方便 这刚刚我们找了 初文解释 这是对它的翻译啦 所以你们有 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 作为参考 你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大学 的资源 等下再回来看 台湾大学社团 所以 我们版本1当然 是这一个 所以这个是要挪上去 这个已经不要了 版本2呢 这个是算版本3吧 翻逆 然后翻译 这样 这样 就可以换成它的连结 然后翻译 其实这个好像没有全部 酷酷 同學圈點虛聞時刻參考 我們只是把這個有資源就記下來 再來第二個版本是這個 敬家堂 四部重看出邊 虛編徐旋 日本敬家堂 敬家堂 已經有 送徐旋本 可以看他那個 敬日本,敬騎士、敬家堂場、北宋看本 敬州看本 這樣點下去 好 然後這個是日本 這叫什麼 漢字什麼 這叫 網站叫什麼 複製他的抬頭 看他下面有沒有說明 沒有 日本字都看不懂漢字 不能複製也沒辦法 另一個參考 詩本 這樣 我們需要的 這個 相關著作就可以知道 那這不用 那這不用 知道 那以後需要的話就 這樣就ok 好 然後 然後 我們現在 對元問 這個 時間的問題 先割的 我們原則都會幫他 整理一下 後來 人也方便 後來人也方便 要插件 序約 古者 福西 事 我先把這個 123把他取代掉 123 4 5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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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作易八卦 以垂 他是用這個以 對不對 以垂現象 課本這個是義體詞 然後這個我們 不置一遍 課文這個先得 那這個就可以給他標一下 這義體詞就不管 我們不管了 一個義體詞 純粹義體詞而已 沒有什麼交對上的價值 我們這個到時候還是會 把它 放到那個課文裡 那個我們講義裡頭就是這裡 第一個版本 下面 等一下這裡下來我們會貼在這裡 把它參考 然後 然後 以垂 現象 即神龍寺 到了神龍寺 即其所知即卷 藍廷你去學過都即到了 神龍寺 結神為之 而 統其事 你看我們剛剛那個圍 他就 換成這個圍 有沒有 他自己會轉 這沒辦法 系統自己轉 所以你幫他打這個原來的字像 那個 這個圍 沒有用 他會給你轉掉 統其事 然後下一頁 樹葉齊翻 那既然我們不幫他做 根本就不對嘛 文字跟他這個不對 真想幫他整理 這真不太花時間 你看這個柱文那麼多 沒那個時間 我們先把課文講完 因為他太期末考 然後有時間我們再來讀這個柱文 幫他整這一段順便讀他 幫你才讀柱文 因為我們先憑自己表情是看原文 所以後來看柱文 類似這樣 好 暫停一下阿彌陀佛 好 我們繼續阿彌陀佛 那我們既然不幫他整理 我們就看我們的就好 順便看我那時候怎麼讀這個書的 樹葉齊凡 世衛蒙生 你看他這個蒙還是異體字 好 有了耶你看 蒙生 然後皇帝之始倉結見 鳥獸提行 是雞 知分裏 知咳 相別一也 好 出造書器 百公以義 也是這個義 萬坪以查 他義都用這個 因為他的文字學者嘛 講究這個 蓋歷體 蓋取諸怪 怪羊與王庭 他是這個語 有差別 原文者 涵 只是 全 可是 Spain 也是寫這個叫 名畫 於王者、朝廷、君子 所以 以都是寫這個以 詩入吉下 須得則濟 也 長劫是促作就換斷 該依類向行 行是這樣 那不用了,沒有人 過慧之晚,其後 行生相義 集慧之之 他的集是這樣寫 然後 文者 物相之本 這是相物之本 可以盜區重組讀 當然你這個意思說有點改變 他原來順著讀也對 物體形象的根本 智者言之辱 而請多也 然後 正常用 注於主博位之樹 書者 把這個放大简詞鎖定 固定那麼大 那個大小 書者如也 書者如也 乙气五帝三王之士改义书体 风于泰山 你看这个鱼反正跟这个鱼一样 这七十六二代你有同渊 今天上课有用到我确定课本没有漏字 是我们的书师 这都是十四求是 那怎么老是批明课本的事 对就对错就错 你有同 你看这个 你有同渊 对不对 然后周灵 就他喝本没错 我们漏掉 来家居 你有同渊 周灵 八岁入小水 保释 保释 保释他是用那个保 保释交 哪里是这个交 我指 照课本的标点啊 没有错 没有错就照他呢 没关系 神移 六书 书在哪里 要该说 约 此事 此事 只事 此事 则 可 此事 此事 且本 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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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變成惡的 課本這個是惡字 這個才是上 因為他那時候 他是借惡字 反正筆畫幾乎一樣 可是我們這裡要講究 不能這樣 不能用惡 這個字來標凱體沒 課本這個是錯 可是這個不重要 因為 其實是一樣 你知道跟那個惡一樣 人家會以為就是那個惡 不是 還是要稍微分一下 這個要畫一下 課本有錯字 要注意 不能差不多先生傳 差不多可以 電腦字 因肉就簡 他也是這樣 為了區別惡 他故意刻成這樣 上下視野 惡者 你看他的惡是刻成這樣 惡 故意做區別的間距比較窄 惡曰相行 向行者 化成其物 隨體 結區 日夜是野 三約 三約 現在放大 比例就鎖定住了 三約行生 行生者 以 事為名 許闢 許闢 相成 將和事 再來 四約 會議 會議者 畢類合議 以見 畢你就知道字是 字意有不同 不是比較 要排弊在一起 以見指揮 五姓四眼 這個五 他是這樣寫對不對 歌 子 沒有啊 他還沒有歌子 子歌 那我們查一下意思 那個字 系統有沒有那個字 五 或者用國際大師的部件檢測 檢測 檢測 沒有耶 系統還沒那個五 好吧 一個歌 因為他原來是子歌為五 所以 子歌對不對 哇那麼多 上面一個歌 子的那個字 筆畫少 筆畫多了就不用看 快速檢測 一個方法 那再來就 可能是這個擴充字幾集 fc 最新的 可能會 欸 嘿嘿 很好 所以這個是 一個就對 那這個我這個輸入法裡頭 也還沒這個字 要補進去 沒有啊 LINK HIT 這個是 歌子 歌 那這樣我再輸入就可以打得出這個字 可是你電腦要裝這個字型 不過他會顯示不出來 就這個 這裡這裡看不到怎麼辦呢 要選 字型 這比較麻煩 用Extend呢 還是不行 那再換 那再換 有一個你要有安裝這個字型 沒有當然就不行 可是有 那漢娜 這個 漢娜B看看 這個字很醜 你看那個歌可不可以跑出來 還是不行 所以我就看他自行是救我自己 還不是最新的 那如果要天恆呢 每個天恆自主 要有沒有裝 開心受人 我就沒有 我覺得他是這種開心受人 才能正確顯示 我們根據這個 那我看那個 我之前那個 我重裝一次這個漢娜B 我這個是舊的漢娜B 我記得那個我的朋友 陳信良他有跟我講那個花園 那個叫花園名體 拿下來新的 拿下來新的 舊的老 這字也不是很漂亮 這有點醜 這應該就是 新版 2017 你看才是兩個 兩個多月前的 我們下載 找一找 記得掃一下讀 哇 雖然應該是安全 N7 2016版 下載總統 應該那麼多了 PDF 套件 我們下載 怎麼下載 怎麼會是這個吧 怎麼會是這個吧 這其實它文件嗎 不是自己 那時候那個朋友給我的時候我就沒有記下了 這個 這還舊了,2079月 黃瓦 陳兄跟我講的那個字是在哪裏 装那個國學大師那個開心送禮是可以嗎 好,先不管了 為了一個字,你看搞了這樣 哼哼 嗯 你知道有這個就好,五姓是也 五公的五,五姓是人言為姓 五約轉住轉住者 見淚一守,同意相受 考勞是也 再來 六約 假戒 你看他是這樣的戒 這就可以顯示 假戒者 本無其之 一生脖子 你看他是戒房的用這個戒 一生脫世 令長是也 吉宣王 周宣王 你看他柱那麼弱 吉宣王大使或太使 他是寫大 還是念太 太使咒 他的咒是有點異體 他的咒是有點異體 這個 著大傳十五篇 於古文獲益 然後至孔子書六經 左邱明 你看他邱是為了避諱孔子 而寫這個邱 讓那個字不成字 缺一筆 要缺筆會 最後一筆對不對 那一樹就拿掉 左邱明 他就是用那個名 左邱明樹春秋傳 借以古文 決議 今天沒上到這一段 有點可惜 其實並不難 決議可得而說 菸跑到這來 我們這裡要刪掉 這個二三要給他補回去 菸的上面有二三 貼上去才會符合這個小字的格式 直接文字 我們考試就是考到這 其末考 決議可得而說 其後諸侯立正不同於王 物理月之亥己 而皆去其貼籍 分為七國 然後填籌 你看他這個籌嘛 對不對 課本寫成那樣 這個是有的 系統有這個字 填籌 是這個 填籌印 所以這個我們用 黑症 尊重課本嘛 可是這個應該是這個字 會變上標 這個其實應該是這個字 我們加 這個註解 教頁 新增註解 填籌 這個字放大 也清楚 全仇異母 全仇異母 車途異鬼 律令異法 衣冠情獸 不是衣冠意識 言語 異聲 文字異形 電影異形都是一些怪物 當然不是待會兒會做錯 師皇 秦始皇 被遮住 秦始皇帝 秦始皇帝 出奸天下 以神將以私以乃奏同之 霸頭 霸其 不與秦文何者 思作 昌節篇 中居 府令 照高作原例篇 太時令 太時令 字寫大 還是要念太 太時令 胡姆敬 你看我还有注音 蓝字圆字笔写 作博学篇 揭取许咒 这个咒一样 大传 祸破神感 然后所谓小传人 所谓白话也在用啊 我被念 怎么讲 这就是说的 懂吗 这就是省略 说就是锐 的就是所 这就是说的小传 或者你可以说成说的 一般说的 是天的一般两个字 一般说的 不过你光讲说的 什么谁说的听不懂 因为这是当然是 大家都这样说的小传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他这句的意思 到时候讲解我们再讲 事实 情烧灭 经书 敌除 旧点 大发立足 这里要念大 也不是派 心肃义 观欲 你看我还 这些 断句断错 画掉 观欲 直 物凡 可是他这个凡 其实好像不是撇 对不对 那个凡 右边是密 因为他只有密 来看有没有这个字 有耶 所以这个前面那个版可能也是 我们看在第几页 那我们课本呢 课本是有没有一撇 课本有一撇 那前面有这个四位萌生 树叶其凡四位萌生 那还很前面 记得知道 那很前面 讲六书之前 有没有一撇 对 所以其凡 有没有 他也是 他是没有一撇 哦 我再看还有没有 哦 没有 没有 我们回到我们 关于植物凡 初有 历数 你看有没有一撇 其实就自行结果换步 换掉撇步 所以你看有些人很机车 像我小学不是讲过小学有一次 考400分 满分就差一点点 可是那是错 没问题 有时候其实差一点 有一撇没一撇 有些字是可以的 那只是自行结果换步手 或者一体字 出有历数 这个历也不一样 它是什么历 应该电脑都有 它是一个室 上面是个室 宗室 室代夫的室 室 这个 以驱 约翼 或者以取约翼 也可以 自行结果换步手 取舍 南提琴是才学的 所以他其实有取 也可以念 以取约翼 或趋向也可以 趋向简化字 两个历史都一样 那你看那个趋 断玉才还有柱是几者 它就不是读成曲 而古文有此觉矣 古文就断了 断绝了 然后至尔情书 至那时候 情书有八体 至那时候开始 情书就有八种形体 字体 一约大传 二约小传 三约科福 四约重书 五约摩印 六约数书 七约书书 那我都有注意 你看到这多 用功还这样列出来 八月立书 这我虽然买旧书 可是应该不是前人留的 是我自己写 那字基都是我的 汉兴有草书 然后 魏律 学童十七以上 那它这个其实是用四 五纹这个是混用的 这三个字都混用 要从上下文才知道 到底它是以牙式 以上始始 奉咒书 它的咒还是这个咒 九千字乃得为始 这个唯 这个唯是这个唯 没差 我们前面好像也没有改 又以八体 四肢 俊以大力 太时 不要念太 以太时并克 它的并是这个并 并克 并克 罪者 哦 这掉一个字了 罪者 课本一定是造字 所以我们都要没有 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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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 课本都改这个以了 上书 十 书获不正 折举何之 今虽有 未律不克 不克 我们磕睡嘛 就是念磕 那个 跟那个 上课区别之一 所以发柯的音话 原来四生改念一生 小学不修莫达其说 这个达它也是 一提字 莫达其说 久已 孝宣皇帝时 昭通 昌劫读者 你虽然说 我不是读过这个吗 这不算执经 可是 这大一大二的 找了旺光 你虽然读过 也许 潜意识有底子 或者阿赖耶识有个 找了 张厂重奏子 梁州 赐使录业 佩仁 缘礼 你看还有姓缘的 讲学大夫 勤尽 易能言之 孝平皇帝时针 礼等 百余仁 你看我故意画 这个是表示 前面这个礼 圆礼 等于是施名 把人名就画粗一点 这个我以前 刚才读个古文很上脑筋 有时候 到底这是文字的理 还是人民的理 分不清楚 这样就清楚 这是一个关卡 你突破了 你程度也提升 令说文字 魏央公 魏央庭众 多好 魏央 阉歌行才会许 魏央庭众 被 偿 李 为 你看这个李偽画 mask す明 有ический 微小学元素 原没有叠狂起来 表示他不是弦的敢讳字 结果刮起来就表示 有没有,刚刚我们看到 那었 闭 旋叶 爱心觉有抗星皇帝 爱心觉有弦乐会嘛 所以会改成圆字 它这个跟文字有关 是避讳字它会框起来这样区别 原来就是圆字就不用避讳了 皇门四郎 羊雄 这个羊你看是木翼羊 其实木羊羊不能说木翼羊 意是中间没有一横 羊雄才已 坐 迅转偏 凡昌劫以下 你看 是这个羊 十四篇 凡五千三百四十字 群它是这个群 书所展 这个义体字就不管了 月存之 然后这里都完全没有 无小数 及王勋及鸡舍 使大司空 针丰等教恩书之部 字以为 围都是这个围 硬据作 佛改定古文 十有六书 一约古文 孔子必中书也 二约其字 吉 吉都就是吉 吉古文而易则也 三约 传书及小传 四约 左书 没有四约 完了他漏掉一大段 勤使王石下渡人城 描索作语 答问题来喽 精彩 诶 有诶 四约左书 他放错位置了 其琴蜜 三约 琴子王石下渡人城 使下渡人 其琴蜜书 哇妖命 妖命的错误 哇 阿弥陀佛 还得了 三约小传 吉琴蜜书 这里弄错了 琴子王石下渡人所作 对不对 琴子王 历史下渡人所作 而且他没吉字啊 琴子皇帝使下渡人 承描所作 按此十三字 当在下渡所书 及 前例书之下 哦 课本是根据端语才把调动位置 是不是 他说应该在 这十三个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三三 十三个字应该在下文左书 及琴蜜书之下 左书 及琴蜜书之下 所以他调动 那我们就既然是断注本 虽然原来是这样 他有注的 你看我还特别画出 那就照课文这样吧 吉小传 然后四约左书 三约传书 四约左书对 及琴蜜书 这蜜一样 他是这个蜜 琴死亡死下渡人 谁没有所传 五约 妙传 我这好像注音注错的 谋传 也许是哦 应该是查过 应该是妙 你许念谋 未与绸谋 应该是妙 谋优啦 荒谬的谋的 那时候我们再研究一下 所以磨一名 所以 这个我们要标一下 现在课本没有错 他是根据这个 翻译才改 神乃跟你一样 你加个那个 助手 神乌断柱有改意 改变他的位置 断柱 为了以后方便查检 我们就附上那一页的 王子 放了好多页 放了好多页 试试看看 对啊 我试吗 有那么多吗 有了 有没有 暗瓷13次 我看人家还被人家圈起来 表示这是重点 他帮我们做计划 因为这个前面有压那个印 是某人的长出 他圈起来其他没有动 这个我们一样 握在这 我用油里扁下去就知道 方便做 看到这 我用油里扁下去 这一月竟然没有字 到时候要帮他架 掉 然后 然后 所以摩印也 六月鸟重出 所以 你看所以又来了 就是用这个来干 来是省略的 你就会读所以 不要每次讲所以都略过去 你看哪个国文老师都是这样 其实中文系的 专家学者 所以书翻信 毕中书者 这分段 如公王坏孔子载 而得 礼记 上书 春秋 论语孝经 右北平红 张昌 献 春秋左世传 郡国 亦往往 与三川 得 顶仪 第 其名吉前代 你看他前字写这个 这也是议题词就没关系 纸咒 没钱 这是古文 接字相识 你看词 也是写这个议题词 这个议题有点差 他有缺口 这个电脑人没缺口 那天 虽 虽 虽 辅 附建 远流 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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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也 我這裡幹嘛?也 為什麼圈起來? 故意 故意是住這個故字 故意的故 那時候還不知道有九陽神功 不知道這其實就是單字講故詞 查字點就讀懂就住 你看傳你們九陽神功 這個是積累多少經驗 歸納出的一個總的原則 後期者也 那也為什麼要圈起來? 三 今天說要三啊 這是上課老師講來 以為好奇者 對阿好像刪掉也比較順 以為好奇者故鬼訣 鬼羹 羹也是一體 不重要 鬼羹 鬼羹 上面一個餅下面一個紋吧 還有鋪 鋪 就這個 鬼羹 鬼羹正文 羹正的羹 羹改 像必須造 不可知之書 變亂常行 已 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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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 智 ец 副 鋪 章 章 記籌本 缺竹子 我有對別的本子 彰記籌字 说文专家嘛 他的本子缺组织 这我的教队 你看那时候多用功 我都光看那个名字我都佩服 有这个跟学生论学的 他问我上海 说没有这种说法 海上有啦 我不会给你乱掰啦 我拿那么大的拦子 影像很深刻 记到现在才趁机会跟同学分享 教同学 再来称情之历书 这个历也一定 历都写四 历书为仓吉 十数 云物子相传何得改 乃伟约啊 码头人为常 人时时为斗 从者屈中也 品味说律 自已 自断法 那断他也是 一体字 自已自断法 倒过来写而已 然后 柯人授钱 柯字 柯之字 只具 若实 只具 若实 柯人 妙于使秀 俗 俗辱彼夫 哇 这吊字 所以应该又是造字 你看我还注音彼 你也可以 这个字也可以念土 因为加了外面的框 尾部 是不是就是土板 加了耳朵 右边就是笔 是你的笔 你看都是 九阳神中自行就换部手 练功练墙 你看现在火眼睛一看 带回上下我们 你就知道到底念土 对还是笔 笔笔 笔就没有学问 我们说笔人 笔人意见 现在还在用 就这样 表示自己没学问 谦虚称呼自己 那这当然不是谦虚 这是真的是没学问 没学问乱来 没学问乱来 好这个看一下课文 我们查的比较快 说笔笔79柱 看一下 79 有 诶 可以选到诶 诶 其实不行 有没有 这样盖过去 可是这样就没办法 这很糟糕 他那个 不容易 不要不是这样细对 看不出问题 属如笔笔 万其所习 所又来了 你看 所加动词 对不对 现在都会读 必所 西文 又来所 你看 必所西文 又是所加动词 西汉文 文至少知道 听到什么 所西文 那西只是修是文 就是很少听到 加步手 西齐的西 对不对 不见通学 未常 那常是有灵异题 不管 赌字 立字条 怪 旧 是 而 善也 怪旧 义 不是是 对不起 你看 我念是就变那个字 自行结构加步手 加力 对不对 可待会二座不对 怪旧是力 不通 它是 其实是这个义 上面加个草丝头 下面加云 那边就是义 你看 一只考你自行结构快 看你脑筋起转弯转的怪 还这样不怪 转不怪 撞车 对不对 就过不了关 用打电动你看多好玩 善 而善也言 以也言为善的意思 善也言 就好像俗谷那一刻 中文就说那当官呢 是无所不取的善 就是这样 好 觉得讲一些野话 粗野话 现在讲粗话 出口报出口是好 以 其所知为一妙 就 动 圣人之为止 对 赫董还知道他这个子 又见昌劫片中 幼子承照 音曰 古地之所作也 其此有神仙之树言 其迷雾不欲 其不被灾 俗约啊 俗约啊 余裕观古人之相 我们到这里他变成没有缺业 对不对 不是我引进去 不是人家引进去补的那个业 看起来比较松 余裕观古人之相 言必尊修 旧文 而不穿枣 穿枣不会啦 单字强固子就懂嘛 然后呢 孔子曰 这些 无 尤其 史之缺文 看一下有没有议题字 缺文 今王已福 盖飞 盖飞其不知而不问 人用己思 他这个己很标准啊 是非无证 巧说写词 使天下学者 盖文字 者 经义之本 他这个义 你看又写这个义了 对不对 跟前面那个义又不一样 王正 应该到处靠你找脑筋情的 王正之死 前人 所以 你所以又来了 垂后 后人所以 你看 学会所以人生不同 大不同 事故故曰 本利而道生 知天下 知智者 而不可乱也 经序 他是这个序 论文 何以古咒 博彩通人 这序真的写得很好 至于小大 性而有正正 基 传 传 其说 将以 以情 你看 小 又来了 哦 没有 我眼花了 解谬物 你看谬刚刚讲过谬嘛 他只不过是密字旁 那里我住谋 谬 没有误 现在又马上出现 小学者 答 答 神 举 神义也可以 换步骤 又是念义 不念子 造诣 分别布居 不香 又来了 標誌 雜策 不香雜策 他策是 這個眼布的 没错 有点 97 那是我们忽略的 所以你看 可能跟刚刚那样 全选都可以 哦 分开选他那会漏掉 你看 不香雜策 全选可以 分开选都不行 有没有 今天没办法 不香雜策也 忘物 嫌赌 弥不奸赞 决意不招 原名 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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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誓 诗 诗 帝 义 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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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崖 蓋缺乳嶺 很棒,哇,结尾非常有力 让人语音了让人觉得好像话没讲完 然后他后面他的目录 你看人家目录是放在最后面 不是前面 你们也长见识 我们这一刻可能到这里 其实还可以 我们看一下那个大小 低潮的大小 落零的大小 多大 87 差不多可以 因为我们那个这样的话 传到那个U库还可以高清 超清 然后我们下一集再对徐旋的本质 刚好我们也准备要休息了 刚好 这个太长 这不就圆满了 所以把它贴过来 这就是 那我们做一下那个 缩牌的用作 有点 让他有点这个 尘次 你看 哦 你就知道 你可以贴 好 那 这一堂课就先这样 好 那我们准备上传 下一堂课就从一个 靖家堂的地方开始 好 大家夜梦即强 到夜进去 不过我这个茶没喝完 哇 好吧 继续 阿弥陀佛 啊 不过我要整理 还是要花时间 要标时间走 所以好 跟这样好 好 暂停 等一下可能就停止了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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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